新任AIT处长孙小雅到任 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迎接 两人相谈甚欢 但其实这场会面 蔡英文特别向孙小雅 提到莫德纳疫苗延迟到货问题 如今高达108万剂 17号到货 外交的途径 或者跟公司的商业的途径 都分头并进 莫德纳疫苗全球都在抢 缺货情况下 台湾从四方面分进合集 包含驻媒代表处小美琴 透过公司管道几乎天天问 集货中心天天写电邮 周周视讯催货 还有驻发代表吴志忠 和在欧洲的莫德纳高层联系 再加上蔡英文 亲自向孙小雅关切 疫苗缺货问题 终于判到一次出货上百万剂 大家一起出力 我们的疫苗陆续到货 现在我们就已经有超过 1700万剂 特别的是 过去自购的六批莫德纳疫苗 都从欧洲出货 这回108万剂 则改从美国直送台湾 根据了解 这是将原定 7月底和8月底出货的量 依次补足 疫苗逐渐到位 指挥中心规划 这回到货的108万剂 莫德纳疫苗 将优先提供给 第一剂接种莫德纳 并且满10周的 75岁以上长者接种 或仍然有60万793人 是莫德纳铁粉 医院登记 唯一勾选莫德纳 恐怕得继续等 指挥中心呼吁 有疫苗就去打 或是改选同样属于 mRNA疫苗的BNT 毕竟要群体免疫 政府催货成功 国人也得踊跃接种 财联系 游家中和其调道